那我们现在就要做所谓的一个类别的清理 如何做类别的清理 第一点选常用 第二点选转换资料 我都是点上面这个图示 第一点常用 第二点转换资料 第三请找到桃园市 你看台北市是不是前面是1.2 对不对 桃园市前面是abc123 那就是综合 所以请点这个abc123 第四件事情请点这个桃园市abc123 然后请点小数 然后你做完这件事了 对不对 好请点关闭这个常用底下 最后一个动作请点关闭并套用 上面这个图示 好 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到桃园市 是不是就改成数值了 我们来 我们把刚刚的 刚刚的就是档案先储存 所以我现在先将你们储存 要换我提供的那个案例 因为我里面已经写了很多的资料清理在里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所介绍的内容就是从拿到资料 资料取得之后 我必须要去做一点资料清理 那事实上要做很多资料清理 所以等一下就要马上换到 我提供给你的那个范围 因为资料清理我已经写进去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把刚刚曾经做的这个档案